接下来带您关心东南亚国家印尼目前最大的农业困境 就是跨国企业不断的想要扩张规模 要求农民交出自己的农地 其中又是以棕榈油产业的情况最为明显 印尼农民联盟指出有许多农民反抗就被逮捕 但是在交出了土地之后 赚的钱连基本工资都不到 咖啡业由小农组成有机栽培 在印尼所有热带种植业中问题并不是最严重的 真正威胁当地农民与农业的是跨国企业 印尼在去年棕榈油出口量已经是世界第一 为了扩张种植面积 财团寄予农民的土地 印尼油棕面积达到七八百万公顷 将近台湾耕地面积的十倍大 农民团体指出资本主义取代帝国主义 人民生活还是苦哈哈 跨国企业要土地 农民抵抗甚至会被逮捕 长期关注的作家表示 许多农民最后屈服放弃稻田 受雇于跨国企业 最后却只得到连基本工资都不到的薪水 印尼农民联盟认为 低薪让农民永远翻不了身 无路可走 现在只好挺身抗争 目前联盟会员人数达到三万人 大家团结对抗 希望哪一天能撼动不公益的 镇商结构 因为过去的殖民历史 在印尼单一的经济作物被大规模种植 生物多样性也因此消失 农民最后成了农企业的故宫 在温饱边缘挣扎 而最令农民团体忧心的是 稻田变棕榈园 连带的粮食自主性也大受威胁 记者林姐妹张光宗印尼报导